你 文童姐 你 你这也太美了吧 你居然都跟湛总一起跳舞了 什么 简直太有气质了 怎么唇色那么自然 把那些烈焰红唇都给PK下去了 对 就是这个 文童姐 你一定要告诉我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唇膏 简直太好看了 对了 昨天晚上那个慈善晚会 到底来了些什么样的人啊 除了殷辛小姐 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明星啊 丁小蛋 你是脊关枪嘛 怎么那么多问题啊 你要理解一下 我们这种吃瓜群众的心情啊 我 我 那你能理解一下 我这份报告占总集的药 让我先打完吧 求求你了 文童姐 你告诉我好不好 求求你了 你把你听得到看到的都告 高总好 高总 好 好 我不过是出路趟差 怎么一回来到处都在传你们四脚链的事 你挺八卦啊 不是 是个人都会好奇嘛 而且这次绯闻的主角一个是你 千语老总 一个是戴忠的总经理 还有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大明星 很多人都在猜测 这最后一个人到底是谁 他怎么有能耐跟一心并肩 让你们两大男神争锋呢 是你的好奇 还是别人的好奇 那你就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嘛 南京 你跟温暖 早就认识了 你们应该都知道了 我之前那段感觉 知道 他是我初恋 他就是你初恋 难怪了 难怪我一直觉得你对他好像 跟对别人不太一样是吧 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这已经是很久以前都有了 他也不太太诚爱了 我也是在想要 他的词 真的让你去迅速 有点弃 他也没有人 他也没有人 你会怎么做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你会选择第一次不错 怕是纵身飞翔 我想起来了 难怪你那天情绪不太对 原来是因为他呀 那天我问你的话 你还没有回答我 我这么细命的人 大概永远都不会爬到 这么危险的地方吧 这个冷如风 前脚宣布前与带中进入下一轮 后脚就把标价又提了百分之二许 这场好资都让他一个人演了 我们全成了陪衬 那天 我同意你扩张商业版图 但做任何事情都应该量力而行吧 阿尔法这个项目 我必须拿下 但是公司又不是只有并购阿尔法 这么一个项目 怎么能把价格给提这么高啊 老高 老高 我以为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了 是 我是不反对你的收购计划 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总要有个合理的上限吧 就现在的价格 以我在千语干这么多年的经验 我就告诉你三个字 不可能 我就是看着你高仿的能力 相信你 可以有办法就能够你 不 这么一大笔流动资金的可不是开玩笑的 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老高 老高 南仙这么做总归有他的道路 你别固执他 这不是固执不固执的问题 这是原则问题 多大点事还原则问题 瞅起来了 小哥 黑暗 你是这样的 你不能进来 你不要进来 你怎么进来 你不要进去 你不能进来 我然间在中国 你把中国很好 你进来 你要进来 我是一针 你不能进来 我现在就赢了 你看 我的连州 塑针 和我 你嫌人 看我 老高 我 我还要有 我现在很平静 你别乱我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你怎么想 冷如风抬高了价格 我确实挺意外的 所以我现在的策略是 小路 那个还是资金的事啊 我想找你帮个忙 上次那笔钱 已经是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你要是再多的话 我可能真的就没办法了 好 我知道 行 谢谢啊 不用客气 兄弟之间说这些干嘛 还有 其他要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行了 我不会跟你客气的 挂了啊 拜拜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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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如果抽不到足够的资金 要不够 我不会放弃 可是 行了 爸 别可视了 多大点事啊 难不倒你儿子 放心吧 搞定了 小泰 你放哪儿 那是郑总吩咐的 他让我放你卸在公司 以备不时之需 我们郑总真是太贴心了 温敦姐 你感冒了 没什么 可能就是昨天晚上凉到了吧 等我一下啊 来 赵总的一片心意 东东姐你赶紧喝下 那现在可不能病倒了 小泰 谢谢你 你也辛苦一天了 早点回去吧 好 那我先回去了温敦姐 你也早点下班 好 知道了 行 小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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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不好意思 我刚才跑太快了 不小心撞到你了 没关系 你别动 你是刚下班 对啊 我刚下班 好巧啊 你上班的时候还在用电门 我 我今天刚接到公司的 我平时都是在家用的 我保证不会耽误工作的 管总 小泰 你知不知道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这条街我都已经吃遍了 管总 你饿了 管总 我知道附近开了一家 新开的特别好吃的烤肉 我一个人去也不知道怎么点菜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 好啊 这么多玩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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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